2017-18赛季,詹姆斯在没有凯里·欧文的情况下,一路带着这支具有争议性的骑士队,高哥猛进打进NBA总决赛,詹姆斯缔造一项伟大的记录,个人连续8年打进总决赛,带领骑士队连续4年打进总决赛,上赛季, 詹姆斯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到,这种成就实在太疯狂了,上赛季没有人愿意相信,詹姆斯能够打入总决赛,总以为波士顿绿军或者猛龙能够创出东部赛区,结果全部被打脸了。 今年夏天詹姆斯决定尊重家庭决定,举家前往洛杉矶定聚,詹姆斯出于篮球原因选择加盟胡人队,于是连续8年打入总决赛记录,要中止吗? 人们都很关注詹姆斯能否带领这支胡人队打入NBA总决赛,可是这支胡人阵容并没有第二位顶级球星,勇士全明星队坐镇的西部赛区。 詹姆斯胡人有能力加剧西部季后赛的竞争激烈性,却很难跨越勇士全明星队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整个东部组建一支全明星首发阵容,都未必能够在一个系列赛,击败勇士全明星队。 每季克里斯普萨斯把詹姆斯带领胡人打进总决赛条件,克里斯普萨斯再引上配图,詹姆斯加英格拉姆加库斯马加球哥的胡人阵容,佩恩写出把这支胡人阵容放在东部赛区,一定会打进总决赛,克里斯普萨斯简单理解,就是说联盟同一这支,胡人对去东部赛区竞争,詹姆斯能够连续第九年打入总决赛,到底是詹姆斯太厉害了? 还是东部赛区太弱了? 克里斯普萨斯给说的阵容,可以说是一群菜鸟,连继后赛区什么味道都没有舔过,詹姆斯却可以带领他们打进总决赛,并非没有可能性。 克里斯普萨斯应该提醒人们,不要忽略其是阵容里的克拉克森和小南斯,两位天赋更差的胡人青年军,都让詹姆斯活生生拖进总决赛, 更何况天赋更出众的英格拉姆和库兹玛呢? 如今,东部格局正是不一样,伦娜的克士在总决赛成功防守詹姆斯的前五巨星,绿军双盼花更是经历夏天苦练。 可是克里斯普萨斯仍然认为,詹姆斯能够带领一群菜鸟统治东部赛区,可见这个想法太疯狂了,却又那么现实到不得不同意这个看法,詹姆斯继续留在东部, 简直是东部赛区的噩梦,胡人阵容的老将都不咋样,更是一群刺头加九神,连三分球都不会投,可是迈基,粉森,龙多防守要更好。 比斯利有自主得分能力,可以说和骑士老将们半斤八两把,克里斯普萨斯给出詹姆斯带领胡人打电总决赛条件,完全可以实现,但是联盟不可能让胡人队,归马到了东部赛区去竞争,除非联盟做NBA季后赛改制,詹姆斯真有可能实现带领这只菜鸟胡人加刺头胡人打电,总决赛,不要觉得这个想法疯狂, 詹姆斯就是有这样的实力,上个赛季已经证明过了,杜兰特为何无法取代詹姆斯现役第一人的地位,用库兹马的言论,杜兰特和詹姆斯互混位置,杜兰特无法带领这只骑士队2017-18赛季打进总决赛,即便是新赛季的胡人队,杜兰特都未必能够带领胡人走得更远,不是杜兰特不厉害,拥有此身称号的杜兰特, 能够随便爆塔四五十分,但是篮球始终是一个团队运动,想要像乔丹那样通过得分赢的系列赛,除非阵容里有罗德曼墙篮板,又提鹏提供防守能力,又科尔勇士现任主教练提供三分球火力, 但是上赛季的骑士没有,现在的胡人也没有,詹姆斯能够做得到的事情,杜兰特做不到吧,完全是因为詹姆斯的各项能力都是顶尖水准,杜兰特攻击力太强了,有传球能力都会在第一意识里掀开篮筐,詹姆斯是篮筐和人一起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